这个花开的太好了,捡一点回去 嗨,我是九月 今天将你做特别好吃的水果千餐蛋糕 每一口下去都超级满足 材料就是这些 千餐蛋糕是不需要烤箱的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试试 水果先切一下 现在来调个面糊 只要面糊调对了 你就可以宣布这个蛋糕已经成功了一半 五个鸡蛋,四十克糖和一克盐 搅和搅和 再加四十克黄油,二百四十九克底心面粉 搅和搅和 搅拌到这样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牛奶了 尖山油脊奶属于经典的顶配油脊 产次数量极少的尖山牛 营养特别丰富,味道也非常好 搅拌完再过一下筛更细腻 现在来煎饼皮 这里有个小技巧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锅烧热了再放面糊 鱼肉会把它烫出一层薄皮 倒掉多余的,在用小火加热到猫泡河的时候就刚刚好 这样的饼皮又薄又嫩 摆整齐切一下 一层层裹上奶油铺上水果 做好了,先放冰箱里冷藏一会儿,更好些 用多余的奶油裹上小花 铺上一些水果,点缀一下 一份特别少女又特别好吃的缤纷水果千层就做好了 夏天满满的水果能让蛋糕的口感更清爽 如果这个月你有朋友过生日就可以试试做这样一个简单又美味的冰箱水果千层送给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